真的是一點都不誇張 剛剛下大雨短短十分鐘的時間 這個水已經淹到了我的腳踝這邊 而且已經淹到了家人 阿伯給你問一下 現在是剛剛水就直接淹進來了是不是 大概多久的時間而已啊 淹水要用 我一小時之前就開始搬 淹水大概 三十分鐘超過 是喔 那你現在呢 我現在搬啊 你現在搬 我媽還在這裡 你看還在 你現在上啊 這個墊高的高度行嗎 夠嗎 這個高度夠嗎 不再墊了 不再墊了 好的你可以看到呢 阿伯呢 他這個地震事務所呢 原本就有很多的紙張文件 但原本已經墊在椅子上了 可是你想要看到呢 這個水呢 是不斷的不斷的一直在往上攀升 讓他也是束手無策 現在要趕快把這個文件呢 再這樣高 能夠墊多高算多高 因為從早上五點開始 在這個美農國小這一帶 民生路呢 這一個區域來講 根本呢 這個水完全退不去 一下子呢就看到呢 這個水勢的擴大的範圍 現在呢 連周邊的呢 影響到的這些住戶 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呢 在短短十分鐘之內 這些水都淹到了住家裡頭了 所以有很多的住戶呢 趕快把住家一樓的東西呢 是不斷的在墊高當中 真希望呢說 這個雨看可不可以趕快小一點 能夠水趕快退去 因為呢 足足泡在水裡呢 有超過了八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真的是讓他們快受不了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